這個款式是一個漫畫風格,這個圖片很漂亮 女生很可愛,小狗也很可愛 這個是燙印上去的燙畫,顏色對那把和度是很明亮的效果 三腳配上了一個比較闊身的通花刺繡的波浪線條 手袖也是比較多的款式 這個手袖是比較誇張的韓系手袖 打閘也比較多,而且它的形態是半月彎的形態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有點膨膨的,去到薄位的位置 有點彎回到手袖口的位置 其實這款式也是設計挺有趣的 玩多一點不同的元素 按次是簡單的T-cut,但在Cutting方面玩得仔細 做一個有線條一點,或者它那個層次感對比明顯一點的一個T-cut 那我就穿著這個是深灰色,手拿著這個是米色 那大家的Lace的腳邊是跟上三身的顏色去安排的 那個Pattern是相同的,Pattern是相同的 那我現在就照襯了一個灰色的Tone出來 整個真的好夾,不是同一間我覺得上來過 但是那個深灰色撞得很漂亮 那我就換了一個Casual一點的紳士鞋 對,粗粗的紳士鞋款做回休閒一點的觀感 那我打算橫色就搭配短褲 我覺得這個刺繡短褲這樣搭配出來的效果都漂亮 對,輕鬆一點 對,我打算這樣搭配 都是同一個色通為主的 好,先說回衣服 那個款式相,就是版型比較偏短一點的 對,版型偏短一點的 我盤骨在這裡 就大約去到Lace的部分的中間位 對,偏短一點的版型來的 那手袖的部分就比較誇張一點的一個線條 那是Cotton的布料,有彈性的 對,後腹就是Plan的 也有一個Lace的腳位 那我現在就搭配了一個優閒感的 優閒感效果比較重一點的寸搭 因為配上了這個鞋 所以那個觀感上就比較優閒一點的風格為主 對,搭配了一個複複 其實下身搭什麼都沒什麼所謂 好像我剛才建議的搭短褲、喇叭牛仔褲 搭A-Line裙 或者搭一個比較斯文一點的西褲類 轉回一雙球鞋 那都已經是沒問題 那屬於都挺有趣的 那個範圍挺闊的一個款式 對,玩款一點、有趣一點的一個Style來的 好,那我先換個米色先 對,玩多傘 假的,玩多嬸 輪,會有趣的 我现在就搭了个 其实除了搭纯丝鞋都可以这样搭 都是同一个系统 这个也是挺舒服的 挺有阳光海滩 就是很chill的那种氛围 这个也是女士的风格 看看自己喜不喜欢配襯物或是配粮食 也合适的 这个也是一个清新可爱的造型 我现在这个米色就 有点偷了 但前幅看就没问题了 可能那个图片都可以盖上 不会觉得很透 再说一次 这个手袖就是玩一些款式的 一个抛抛手袖 去到脖位的位置就比较抛身 那去到手袖 你就会收回到三身的位置 这个版型偏短 版型偏短 盘观在这里 和你一起来一个挑战的 是 我说 现在 什么